訂閱、分享、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手最討厭的消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的七蛋想要介紹給大家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就是在針劍X段的玩家 在每一個月初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分數重新統計的機制在 等於說你只要在月底打完 月初他就會告訴你你是什麼排名什麼排位 但是每到了月初一號的時候 他就會重新歸零 那這個時候就表示 所有X段所有玩家的分數都會重新歸零 那在這個時候第一個時間打的人 應該其實就會衝到一個非常前面的名次 那這其實非常的刺激 因為有很多人選擇不會在月初或是月底的時候打 因為其實就會比較混亂 大家可能會在月中的時候打 那如果在月初的時候打的話 會有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今天就是要來分享給大家看 我肉肉先生他就是嘗試在2月1號的這一天 就打了一個模式開了10場 那我們會把這個10場開分的影片 分成三個小節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一下在這個月初打這個分數的時候 看起來到底是有多麼的可怕 好那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就來開始第一場吧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順便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肉粉的話 現在馬上先給我按一個讚 好現在已經到了這個讀取的階段了 現在這個肉肉先生想必應該是有一點緊張的 好讓我們來看看第一場 2120 這個一開始就算即便是月初 他的這個分數還是會取決於你這個 之前這一個月打分數的一個平均值 好2120我們可以看到 一開始呢對方這一邊是有4K落葉 這個清潔車的槍還有紅霜 那子隊這邊是這個 這應該是H3 喔我們可以看到紅霜已經繞下來了 這個就是手太短了就是要特別小心 我們就不要冒然前進了 這個作為一個撤退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但是目前看起來好像其實有點緊張 而且因為你在第一場又是這一個月一開始 其實都會很緊張會手忙腳亂的喔 那這個地方呢是這個場地礦山齁 其實個人是蠻推薦的 欸OK紅霜滾過來直接就先受掉 這個地方我是蠻推薦的就是可以先把 對方右邊這塊地站下來 可以蹲一下突襲啊 那你把這個推進的工作可以交給左半邊的隊友 好現在可以看到肉肉先生這個雷神布 左邊右邊再丟一個炸彈沒殺到 好這個擊殺沒錯殺掉紅霜 OK敵人現在還是知道目前有莫凱 還是先離開往敵人右邊這邊跑喔 好來幫助隊友一下OK 六個炸彈哇非常緊張 好這個這個瞄準是不太夠的 好再把地站一下喔 呃肉肉先生最近這個弱葉的這個做法呢 基本上還是會蠻注重在於整個戰地面喔 讓隊友有一個比較好的地區可以活動 好現在看到我們已經先推到60 第一個關卡已經過了 好現在肉肉先生在這邊伏擊看一下有沒有人從這裡出現喔 好的 好的現在塔已經到了要準備到第二關了 對方下了羽肉丟了炸彈這個戰況其實正 應該所有的對手都是蠻緊張的吧 在月初的開分大家都會很想要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好莫甲開出來 深入敵贏好在這裡有抓到一個 OKOK好現在有兩個人還是先選擇離開 好對方手很長但是還是成功逃脫 我們可以再次的游擊喔看似要逃跑但其實是反擊 好能不能抓到手太短了 這真的就是弱葉的最大缺點了 好水刀開出來能不能躲過呢 有有有運氣好像不錯好像快死了 OK還是成功躲過了nice nice 好接下來是怎麼樣呢 塔還是其實蠻白熱化的喔雖然已經推到47了 OK現在目前是瘋狂補地 趕緊把這個SP莫甲先擠出來喔 節奏其實非常快喔 所以一個不小心你的自勝點如果被對方 你的缺點被對方抓到可能就結束了 那大家這個時候呢我都會站在右邊 呃肉肉先生會站在右邊把地圖滿喔 然後等於說是盡量不讓對方可以 有地方可以躲藏 或者是他一跳出來你馬上就可以抓到 好這裡有一個 能不能抓到 欸OK沒辦法 好開墨甲能上去嗎 糟糕現在這個水刀好像不太適合 對方喔賽這個驅射 不過已經推到最後一關了喔 這個真的蠻緊張的 好 接下來要怎麼出發 因為我呃我自己以前在玩的時候 這個場地很容易被反推喔 反超就是可能現在看起來好像隱私 然後結果最後就整個都壓不回來 所以其實要到遊戲結束之前其實可能都要蠻冷靜的 所以肉肉先生目前 欸好像有人摔到水裡 肉肉先生目前選擇的好像是 好想要先抓一下這個4K 但這個4K因為手太短沒有辦法 4K就滑下去 但肉肉先生選擇不追 因為那裡就是敵方這裡的 有可能會吃虧的喔 但是先把大部分的地站下來其實是非常重要 OK這裡有一個人 能抓得到嗎 先不貿然前進喔 因為基本上所有的人手都比我們還要長喔 OK現在有一點點糟糕 啊可惜 這個時候就有點尷尬了 但是目前塔才回到正中間 OK隊友也非常的carry喔 好的來看一下 對這種時候我就是最討厭的 就是這邊的戰地也被抓下來了 然後右邊也開始持續推進 如果大家SP都開出來可能不太好 可是隊友還是蠻造的 這個時候 好 遊走喔 這個肉肉先生最近在用落葉的心得 就是不管除了這個瘋狂的又飯堂以外 還是極速遊走 好回頭 喔 喔nice這個很漂亮 就是看起來好像要逃跑 那紅霜一定會緊追爐放 但是紅霜的雙翻機制 還是會有應急的喔 就是他的反應可能還是會有一點卡卡的 這個就是 你每一個槍你都使用過以後 你就可以了解他的缺點在哪裡 哇賽 被伏擊了 層如大家所看到的喔 這個其實是非常緊張的一個狀況 就是戰況很激烈 即便到了30秒的時候 你都還是有可能一個不小心全滅 就全倒了 這個時候就是冷靜冷靜再冷靜 先把戰地圖回來 然後存一下SP等隊友 就是頭上的這 你的隊友這四個人是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OK 下雨 但是肉肉先還是決定直立前進 想要抓人 抓得到嗎 從這個後面應該可以 後面 紅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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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沒目 糟糕 不行 戰地不足 完了 糟糕先回家 唉呀可惜啦 但是目前隊友看起來 OK nice 好了可以看到第一場的這個表現 是不是非常的緊張呢 就是開分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現在繼續來看 繼續來看看第二場 2050喔 你看即便是21多少 2050 我想裡面應該參雜了很多 可能2300 應該會吧 因為真劍的排名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他的分配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有中高低 都會有 好 再可以看到綠隊這邊是 T槍 然後爆裂 中滾跟弱葉 那 綠隊這邊是 這個長的爆裂 然後喇叭水桶跟紅霜 看起來都是對我 不是很有力的 OK 剛剛是 已經有助攻一個了 好 哎呀可惜沒有踩上去 但是還是喜歡先 把敵方右邊這邊先站下來 看能不能抓到 OK 看到台上有人 先送兩個炸彈 NICE 就先 送走他們一個了 好 可以看到有人出來 OK 這個紅霜是導彈的喔 開啟莫凱 丟炸彈 牙子 好 小心 準備要死 好 就是這個 用弱葉喔 還是要好好保持距離 好 現在隊友 長手的在後面cover 這個時候我就會往前 呃 肉肉先生就決定往前衝了 好 右邊佔地 有先佔下來 但是隊友好像還沒有人佔塔 我們還是要看看情況喔 現在SP都開出來了 你看大家也都會往這個地方去丟SP喔 把自己的佔地拉回來 好 現在回到自己的陣營這邊 所以沒人上塔我就上 還是要看一下喔 塔就是交給這個 守長的人站應該會是比較好 好 現在暴力會下來嗎 這邊 左邊我們也先拉一下 好 現在是 現在他們剩一個人喔 現在是上塔了好機會 OK 暴力在那裡 可以下去 唉 可惜 這個暴力槍在搶塔的時候 他真的是會讓人覺得非常討厭 就是大家都想佔塔 但他又卻可以遠遠的把這個拉起來 好 我的隊友這邊 現在三個人 應該是還OK 現在過去 踩個點 踩個點 踩一下 好 丟一下炸彈 OK 他們又剩一個人 這個時候是推薦的大好司機 上他們的這個小平台 Nice 哇 這個背包的隊友實在是太照了 OK 他們現在的戰地 我們這邊沒有拉下 欸 沒有人佔塔 回去踩一下 讓塔留在那地方 唉 結果還是被抓到了 OK 來 我們再來繼續看一下 恩 好 真的很刺激很緊張 就是在看這個月初的 針劍的時候 肉肉先生說打的時候他的心跳很快 手也很抖 只希望不要犯錯 OK 有人下來了 推動下來了 Nice 這個隊友 這個就是要大家也是可以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千萬不要 直接跳入敵方的墨裡面 真的很危險 因為 針劍真的大家都太會躲 OK 飯糰又請到一位飯糰了 OK 踩個點 再離開 瘋狂遊走 然後Carry隊友 這個應該就是針劍這個更古不變的道理啊 好 四處遊走 鎖敵抓一下敵人 剛剛好像有一個B控在後面 這個有B控就是確實是你比較好 呃 比較好掌握從敵方後面來做一個 偷襲 OK 水桶的話 個人建議就是 不要面對面 就是一定要一直有啊 繞到他後面或者是 想辦法找隊友Carry啊 除非你的 瞄準 超級神 但是肉肉先生最起碼是沒有很神的那一位 OK 踩個點 讓塔回去 幫個炸彈 對 補地補地 瘋狂補地 然後 OK NICE 抓到一個 瘋狂補地 然後送上莫凱 協助隊友 這個是肉肉先生這個位子 他選擇的做法 就是 每把槍拿的位子跟做法沒有一定的 都是看個人喜好的 好 再丟個 OK 抓到一個 NICE NICE 他好像已經犯過兩次一樣的狀況了 好 現在我們要到第二關卡了 好 這邊紅霜 小心 盡量 不要讓兩個人站在同一個地方 因為有時候會被一箭雙雕 好 能殺到他嗎 OK NICE 一換一 還不錯 整個佔地目前看起來都還是綠隊的喔 好的 看IJ局目前是挺漂亮的 那邊有一個B控 應該會有人飛過去 怎麼樣怎麼樣呢 放一個炸彈 再放一個 NICE 送到了 B控沒有人嗎 五個地 五個地 這個雨下的還蠻漂亮的 抓得到嗎 OK 一個 兩個 兩個炸彈 NICE 一顆 兩顆 哇塞 真的是 落葉飯潛流啊 不錯不錯不錯 這看起來已經是聖券在握 水刀還開出來 這個水刀看起來 NICE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針劍開分 約初開分 一號開分 就是這種緊張 當然 高手在開的話一定會更緊張的 我們這種算是 插帶初階的開分就已經緊張成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光 送這個莫凱跟這個 什麼 送莫凱跟飯糰 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其實是非常的不錯喔 好的 那今天我們這一連串 那月初開分這個系列呢 我們分三集 那今天第一集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們按讚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讓我們知道 好 那我們第二集呢 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訂閱分享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首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首最討厭的消息